练胸他就俩动作 今天杰瑞米的训练由绳索夹胸和双杠必须伸组成 你看训练前的热身一定要做充分 杰瑞米会对他的三角肌胸大肌和坚肌肌肌军 进行充分的一个热身准备 就这他还受伤了呢 教练教他抬头顶胸先把绳索夹到底部 之后全程按照他的手势进行不同位置的刺激 之后是24的双杠必须伸 全程保持稳定一定不要建立 组间再进行5到10秒的造型训练 产生一个强烈的蹦杆 让血液流向目标肌肉群 才能达到一个3D的效果 其实他今天训练就练这两项 你感觉轻松吗 先别着急回答我 第二组这就开始了 还是先夹胸再呈双杠 教练会让他的心率降下来之后 再开始下一组 训练的目标是让肌肉力竭 而不是让人疲劳 这一点很重要 老多人把自己折腾的挺累 其实啥强度都没有 那就练反了 第三组夹胸之后 结缀米的双杠必须伸只能做12个了 再做做策展胸那级的造型训练 这一定是梦感十足 开始第四组了 每次夹胸 哈尼教练都安排了 从上到下五个点位不同角度的刺激 双杠之后再做做解释造型 感觉很难绷紧了 第五组夹胸杰瑞米 他又加了点重量 你看这就是冠军精神 双杠必须伸十次之后 还做了四个半程 增强一些延迟性的肌肉酸痛 这才算是历劫 看到第六组的时候 我感觉这时间过得好漫长 到了双杠必须伸 杰瑞米只能做六个全程 四个半程了 中间的现实造型 憋得是满脸通红 终于到了最后一组 所有的动作依然强悍 不愧是Nobody 如果到了星期一的国际练胸日 你的握推架和亚铃都被抢走了 别担心 这俩动作够你练的